哈喽,仙女们,我来了,我是Catherine,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这个视频呢,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快速的,一个秋冬的妆容 适合大家快速出门去上班啊,上学啊 那如果你们对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Lowlab的防晒霜 这个是我在云城U皮买的红包的手拿镜 是不是特别可爱 第一步用Find Me的遮瑕遮一下黑衣眼圈 有脸上的痘痘和痘印 这管遮瑕快用完了 脸上的瑕疵实在太多了 所以就遮瑕可能费一点时间 用美妆档快速的把它给推开 今天用的是Makeup Forever这一个粉饼 之前也是很火的一个产品 用刷子先在脸上 少扫一层给 算是做一个底妆的打底 然后再用它自带的这个粉铺 而且用的挺脏的 就是用黑色的制衣面 我们来沾这个粉饼 它剩在眼下啊 还有痘印啊 还有一些知晓的地方 还有唇周啊 这些容易暗沉的地方 还有鼻子 一些毛孔比较粗大的地方 眼下的这个地方要这样两次 是为了去遮黑眼圈 再加体谅 然后再用这个刷子 我们来再上一遍玉璃上 也是为了模糊 刚才着着用粉饼上的 那个地方的一些界限 脖子这一块 我会专门用美宝莲的 Super Stay的这个粉饼 因为这个比较便宜 我不想浪费Makeup Forever 那个粉饼 所以就用这一个 最后用的是美宝莲的City Bronzer 是刚才那一把上粉底的刷子 轻轻地沾一下 因为今天呢是一个快速的 就是这个Quick Makeup Look 所以呢 轻轻地上一些西容就好 然后用BH Cosmetics的腮红高光的一个盘 它里面是三个颜色的腮红和三个颜色的高光 还可以去完成眼妆 就是一个一盘多用的一个盘 我会去用这两个颜色 把它们 穿起来去上高光 再用这一把这种小刷子 来蘸这个浅的香槟金色 去着重地上在鼻梁的这个地方 用Mac的这个Omega 来打一个鼻 然后用Nex的特别火的万年网红 16色的眼影盘来画一个简单的眼妆 随便找一把运人刷 直接用这个颜色给眼睛打一个底 还是蘸这个颜色 把下面一带一点 换一把这种稍微扁平一点的刷子 让这两个颜色混起来 抖一下粉 然后着装放在眼尾的这个地方 从眼尾 在眼尾这个地方 从后往前去晕染它 然后再带一点在眼下 找一把运人刷这个颜色和这个颜色 混起来 用这个扁平的刷子还是刚才那个两个颜色混起来 颜染一下下颜色 然后用盘里的这个金色的主光色 直接用手指上在 眼皮的正中央 这样这个刷子 蘸这个盘子里面的中间的这个高光色 它放在卧槽的地方 然后再沾这个浅的金色 提亮一下眼头 它是用的这一盘 找一个这种扁平的眼线刷 然后用这个和这个 这两个颜色掺起来 画一个眼线 忘记涂润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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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单独用中间的这个色稍微蓝一点 放在苹果肌的这一个部分 可以晕开 再蓝一点 因为现在眼状比较淡 所以三红稍微重一点没有关系 然后呢还是用这两只眉笔 一只植村秀的一只卡其色彩来画今天的眉毛 先用植村秀的这个眉 就在原有眉毛的情况下 稍微来点颜色 然后再用一个这样的刷头 给它把颜色给刷开 这上就是按照原有的眉型去画的一个领毛 然后再用卡其色彩的这个细点头 眉尾出来 就大概这个样子 眉毛画出来就会特别的自然 睫毛膏依然用的是 Uniclub的这款卷翘的睫毛膏 要把多余的膏体给皮出来 然后再上第二遍 然后呢等这个睫毛膏稍微干一点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擦睫毛 把唇膏给擦掉 今天口用的是香奈儿的58号 这个特别美的红棕色 特别适合秋冬 基本上涂口红就是这样 抿一抿就好 如果上第一遍 你觉得颜色不够浓郁的话呢 可以在唇中的这一片再上一点 这个口红是哑光质地 所以会有一些肝 如果唇部状态不是很好的话呢 就上口红之前 一定要记得先涂一层唇膏 现在睫毛干的差不多了 我们来烫一下睫毛 用Nix的这个Mathfinish 是一个哑光妆效的定妆特务 来给脸定一下妆 妆容完成了 当然是怎么的 少了耳饰呢 是我之前在Mongo买的一顿 还我觉得还挺有特色的吧 因为它是做旧的这种很复古的金色 这边是这种米白色的 有点像大理石的这一小块 然后这边是一个有点像祖母绿 但是没有光泽的一块假宝石 今天是唐发失败的一片 我前几天剪的头发 当时刚剪完理发师给我 吹的造型我觉得还挺好看 但是回来自己完全不知道怎么弄 因为它给我剪的稍微有点碎 我觉得烫的话就会烫得 特别凌乱像一头鸡毛一样 所以就大概稍微微卷了一下 好像就是这个样子 以上就是今天这个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希望你们喜欢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就不要忘记点赞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follow我的social media 我会把我的小红书啊 B站啊 还有微博的信息放在下面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看内容 或是有什么意见的话 欢迎你们来留言 今天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你们再见啦 拜拜 那你们又摸摸啦